行車記錄器畫面拍到 這名騎士騎了藍色機車 行徑剛好是騎甲爐二段 不但超車蛇行 還跨越雙黃線逆向 過不到5秒 撞上對象的白色轎車 騎士受傷倒地 機車也因為撞擊力到大 摔飛50公尺遠 過程中一對婦女騎機車經過 差點被機車撞到 還好反應快及時閃躲 才沒有被波及 還快的有7 80吧 對啊 對啊 然後就要超車 然後就騎去雙黃線外面 這起車禍發生在14號傍晚 當時兩車撞擊傳出超大聲響 附近居民嚇壞了 緊急通報消防隊 救護人員到場搶救 發現18歲的郭姓騎士 兒頭輕微腫脹 雙腳也受到擦傷 意識清醒 為他做初步的檢查後 緊急送往醫院治療 一些小擦傷 問他有沒有特別疼痛的地方 他也說就是只有額頭部分比較痛這樣 郭姓騎士傷勢不重 但同學說他經常騎快車 之前還曾經撞到殺死車 沒想到這次又危險騎車 釀成車禍意外 騎車都滿快的 有撞殺死車 對啊 對啊 之前也去撞殺死車過 郭姓騎士的危險行徑 已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在道路蛇行最高罰24000元 逆向最高罰1800元 加上騎士未帶安全帽罰500元 累計起來罰還高達上萬元 除了吃上罰單 他勢必還得負擔被害車主的損失 記者基建宏遠方高雄報導